開始之前 等一下我們是先請彥婷來講一下 她做中間錄出的過程是怎麼樣 因為時間比較多 我們大概30分鐘講到8點10分 8點10分之後再請蔡阿姨御師 她在談那個關於我們大巨蛋 然後跟趙同學職業的關係 那現在我們也有直播 所以剛剛問過說 通常我們這個會錄影嗎? 錄影 錄影完以後如果不方便出來的話 我們都會把她卡掉 尊重當事人他們講話 可是他們今天是提頭來見 所以他們覺得無所謂 現在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看到 所以我們先熱烈掌聲歡迎李彥婷 她在講之前 她現在是台大科法所三年級的學生 然後還沒有當地 剛剛問過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她真的是 不愧是我們台灣未來的希望 所以我們像這樣的人 越來越多越好 那所以 也請大家在等一下的時候 有問題盡量問她 也不要因為要保護小朋友 小孩子的時候不敢問她問題 不要把她又提包 所以我自己盡量問她 好 那我們在這裡掌聲歡迎她 好 首先謝謝大家 就是這麼有樂意來參與一下 好 好 所以有一個謝謝剛剛來看的介紹 這樣子 好 我就開始談 就是有關於從原屋出這 我們一整年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從我的角度 我為什麼會結束這個時期在那裡 其實大家可以從這邊看到就是 這其實是我們就是在 在松岸夜場還沒有就是 變成大巨蛋跟文創園區之前 發照片這樣子 好 其實我們在這場運動裡面就是 總共有 除了松岸護術施工團以外 還有松岸公園催生聯盟 跟台灣護術團聯盟已經 滿有新竹神態協會 就一直在協助 嗯 下一張 好 其實為什麼會參與這個活動呢 就是雖然我是在 在2011年的時候就是 因為大巨蛋這個運動其實已經 嗯 大巨蛋這個運動其實已經 歷史快八年這樣子 然後我是在2011年的時候有 參與就是其中一些活動這樣子 但是 真正的開始就是松岸護術其實是在 嗯 我就是有一天就是看到 臥草就是有這個報道這樣子 就是說 在4月24號的時候 他有個報道就是說就是 松岸護術 松岸那附近就是有 俄龍兵就是要來斷移術這樣子 所以就因為這張照片 所以 開始就是 那一天就是 我下完課的話 就馬上過去了 然後就看著就是 現場的狀況 然後就 開始參與這個活動這樣子 嗯 下一張 就是首先我就是 講一下這邊的 就是地底位置這樣子 其實 大家 就是這邊為什麼我們 製作這張圖 其實是那時候 為了要 跟大家呼籲就是說 台北市需要另外的神明公園這樣子 所以 指出的就是 台北市比較大的公園 的位置 然後在松岸煙場 就是其實 我覺得算是 東區很僅有的 當時很漂亮的 一塊地 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們其實就談到就是 在 其實這一 這個松岸煙場 這一場就是這個衝突的 其實是在 嗯 去年4月20號的時候 就是其實是 當地的居民發現 就是遠松 他們派了一些工人 就是在 荒複南路 跟松跳東路側 他們就是在 做移植樹的動作 但是 我們看到那個移植樹的動作 其實就是 嗯 不管是他們沒有做事前的兩根 或是段根 還有就是 他們也沒有任何的一些 合法的那個申請書 這樣子 所以 而且在移植過程中 其實是 非常不當的 這樣子 我們熱定它是一種 就是砍術的行為這樣子 所以它是在 4月20號的時候 當地的居民發現 它會讓 我們先從 戶數團體 就是台灣戶數團體聯盟 這邊的人 就是了解到 在跟 一直在參與 反大距太正運動 重演吹 聖宗園聯盟的 夥伴 他們兩個 就是 瞭解到這件事情 剛才開始就是 從網路上去召集大家 然後透過各種管道 剛才號召人到現場 這樣子 那當時我到的時候 其實就是 4月24號的時候 4月24號 就是其實 4月20號 算是衝突開始的時候 因為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有固定的一些 我反而是 他們就是爬到樹上 還在那邊包著樹 反而 要避免這些樹被移植 就是其實我當時去的時候 就是大家曉得 現在 就是其實就是 不管是中校東部側 跟光負南部側 其實都有很多樹 都已經被一起執走 然後大概應該有 我們初步起來 大概有三十幾個已經被移植 這樣子 反而那時候 我們 大部分人都聚集在 光負南部側這邊 保護這邊的樹 這樣子 因為就是其實光負南部 跟中校東部 他的那個位置其實是 蠻大的 所以 那時候我們就看著 遠雄 他們光負能往哪一走 我們就往哪一包 這樣子 反而就是有些人就是 抱著樹在上面 那葉廷問一下 這個移植啊 移到哪裡去的 移到就是 在那個 大家知道 山珠窟 嗯 就是在南港的邊 有一個叫做 原本我們在 國家一個計畫 就是有一個 那個開別流行 音樂總型那邊的 預地體 他這些樹都移到 那個流行中心的 預地體 反而那邊 他們規劃有一個 所謂的 森林的 所以他們把這些樹 對他們 來 反而下一張 就是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移植樹的過程 其實 嗯 其實是非常的慘暴的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左手片這一張 就是 在光復南路上面的 木棉樹 其實 你看這個狀態 他這個就是 根本就是一種 砍樹 或者是直接把樹拉走 這根本不是所謂的理直 那你看到 右邊這一側 他們那時候就是 有吊車 後來直接把樹吊走 後來 工人是 拿著那個 圓橋 他把那個樹 就是刮起來 甚至派怪手 出來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其實 在23號衝突的時候 就是 嗯 有些夥伴 就算為了要那個 保護樹 剛才跟工人 發生衝突 工人就是還是有 就是把一個 其中一個夥伴 拿到頭的過去 這樣子 但是我們最後都 選擇不提告 這樣子 因為我們都認為說 這些工人可能是 就是為了一個傢伙 我們真正面對的 應該是 所謂的 後面的財團 所謂的 不當的證 其實這邊就是 我們當時候 寶夫的狀況 其實 那時候就輪流 不同的夥伴上去 就是抱著樹 就是 避免他們有任何移植的動作 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說 只要我們守在那邊 就可以 防止他們來移植 這樣子 但是其實在 20 23 甚至到5月的時候 其實衝突是習慣 就是我們 就是每 就是那時候剛好也是 因為那時候 學運的時候 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 時空狀況是 霓雄那時候在主持 反而 學運那時候好像 好像退場 沒多久 還是怎麼樣 其實那時候就是 大家就是 那種公民社會 就是空 空氣的那種階段 其實聚集了很多人 這樣子 就是 那時候來的夥伴 為什麼聰明復術 之所以 開始會 有那麼多人來 其實聚集了很多 數當時 參與學運的人 這樣子 下一張 其實我們 最後看到這個 就是 現在就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 他要移植自己的樹 其實 就是因為 光復難度側 這邊 因為大巨大 很誠 他必須要透寬 就是你可以看到 左側 可以人心到這邊 其實 在他的規劃裡面 已經是要變成道路 這樣子 他就是要從原本 就是現在的 嗯 應該是三線道路 再拓寬這樣子 發現他中間的 這一 這一排樹呢 他因為他認為說 就是 中央科學考 偏斜了 所以他要轉正 這樣子 所以他要把這些樹 一直走 他要 改種不會 這樣子 其實我們都會在想說 呃 當初為什麼我們設計 先從樹 樹種各有問題 開始來看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撞火灰呢 這會不會是 就是當副的那個設計師 他對於所謂一個南洋工程的想像 這樣子 他根本沒有了解到這些 一些數據 他們當時的一些歷史 畫面 其實就是這一台樹就是 呃 大家早就聽過就是 馬兆軍的《牧民道》這首歌 其實 當初就是 這是馬兆軍當初的創作來人這樣子 就是 馬兆軍其實是住在更前面的名聲社群那部分 當時就是他 每天回家的時候 就看到這一版《牧民道》書 後來想著他的主念 後來他就 因為這樣子創作出來哪一首歌 這樣子 下一場 就其實就是 我們要談的就是這一部分 當你 呃 這些建築師 他們沒有了解當地的文化 還沒有好好了解當地的樹種跟居民討論 本來就了解整個歷史文化的脈絡 他就把這些樹當作是一種 嗯 就是一種版色的一種漂亮的東西這樣 常常大家都會談綠美畫 就是 只是把樹當作一種裝飾品而已 但是 相對起來 對於當地的居民 或是相對的文化遺憾 他都沒有好好去做這種 所以這是我們一直在 始宜的部分 這樣子 下一場 其實這邊的話就是 想要給大家看到說 就是 嗯 他樹移植前跟移植後的狀況 就是 先從右邊 光復南路側這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根本就是一條 就是 對於一樣的樹 後來到左邊就是他移植走的狀況 後來其實 他們移植完之後 就馬上回天 有沒有水流 這樣子 反正其實就是 就這樣你不會了解說 那邊其實 曾經有一棵樹在那裡 反正中道中部測這邊 其實也是 你要做 你可以看到它變化形成的 這樣子 這其實我們就會在談說 就是 就是 就是移植 就是移植 所謂假如我們真正要談到移植的話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就是 昨天這一側是松菸那時候 十月六神話的時候 就是剛才大家看到那個 斷掉那一個樹 那個木棉樹的狀況 然後它直接把它強烈了 但是我們在談的時候 就是一直會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比照就是 全樹冠移植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 我們去研究 台灣的那個樹木保護 樹木移植的那些東西 其實 我們把樹木移植 就是你看到樹木在移植的時候 它其實都修剪過很多很多的地方 這樣子 就是切成 三分之一 各種的枝條 所以 根本不會做到所謂的全樹冠移植 那時候其實 因為我們其實 國伴裡面有一些 江翠附屬的 一些團友 他們有來 他們就是去跟那個 那些廠商做了解 其實為什麼樹木保護移植 的那個工程 它會 就是規定成三分之一 這種東西 其實是為了要配合我們 先有 板車的大小這樣子 就因為板車的大小 就只能容納這個狀態 所以它就必須要切成 那麼細塊 可以方便來做 所以在全樹冠移植 這東西是 其實我們是技術上可以做的 但是 它很願意去做實行 下一張 那其實就看大家就是 那些移植樹木他們之後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年1月的時候 到台北流行文化中心的餘地去看 就其實他們的狀況很不好這樣子 我們在幾次跟好師傅的協調會 因為 他們那個 他們就是 其實很多排水都沒有做好 那個樹木其實狀況都不是很好 下一張 其實 談了那麼多 不管是移植的部分 到後面我們 接下來談所謂 引路救助的觀念 其實我們一直想要談的是說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並不是反對開發 並不是反對所謂的樹木 但是我們一直希望的是 所謂工程界 或者是相關的開發 或者是建築業 我們可以好好思考說就是 不要像過去一樣就是 襲帶是一種樹地的開發 把全部的東西全部的破壞 破壞之後再重新的開發 而是要去思考說 怎麼會讓原地保留 就是原本生長在那邊的樹 可以原地保留在那邊 想設計出這種方案 盡量可以把樹保留下來的方案 然後再去思考要怎麼設計 所以因為這樣子 大家就可以看到 剛才有人談到 為什麼要移植樹 他們因為說他們要鬥寬 然後要重新把它全部移植 還重新所謂熱帶 熱帶的情境 所以我們其實就 在5月22號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 就是找了一些專家學者 然後要一起 公套出來 所謂民間百年入救助的方案 就可以幾乎把所有 現有的樹都留下來 它也可以做到交通樹井的事情 現在怎麼做 這其實 就是我稍微談一下 我們一路救助的方案 到底有什麼 來讓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一路救助的方案 在忠孝東一側這邊 其實我們是認為說 把樹流 因為 假如大家了解 情話動作的狀況的話 其實 它在左側這邊 靠近大巨蛋這一側 它其實是有所謂的公車 公車停泡站的點 但是當初他們之所以 之所以 之所以所謂的那個 中號動作要離職的 他們是說 要把它全部 離職完 還要把 嗯 也是一樣 人行道不快要往內搜 這樣 所以就是 那個 你現在看到 左在中號動作 這個人行道其實是要被撤掉 其實到 等一下雅怡會講到 其實就是 有違反反應檢測 所以我們是 我們修正的方案就是說 可以讓樹房有在現場的狀況的話 也可以打到所謂交通面所的狀況 這其實是配合所謂光負難度的狀況 因為 嗯 大家假如有看到大巨蛋那一個 那一個整個它的建築物的話 其實它 未來的話其實是有 嗯 三個出入 三四個出入口的 我們一直期望的是說 它可以在 大巨蛋裡面 就可以做交通的分流 而不是就是它移到外面的時候才做分流 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講到光負難路側的部分 其實 可能大家都會疑問說就是 所謂一路救助入行電路的方案到底 可不可惜嗎 然後其實我們都認為說 其實是可惜的這樣 因為我們找很多專家做的 然後我們在石頭會的時候其實 嗯 市政府跟我們說他們這個方案 是所謂的在交通等級的第一的方案這樣 就是 達到第一的方案 第一的服務水準這樣子 但是我們提出這樣 這個方案其實是比較所謂 大家假如記得溫化南路 溫化南北路那個設計的狀況 就是其實把樹就是 我中央這個二島 它還有一些公設專用到那個設計 還有一些自行車的設計 其實是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來讓這些樹保留更多 它我們的服務水準其實 甚至可以達到 達到比那個 市政府鼓體的方案更多 其實就 接下來就談到我們 步數過程中的一些 一些衝突 其實 其實我們在 從4月2 4月底到4 到5月中 其實 我也覺得 很佩服我們這些夥伴 其實 因為我們其實是來自各方的人 這樣子 當初其實具體起來 我們也沒有很多的組織化 組織起來這樣 其實只有 因為在這次 在4月中之後 4月底之後 到5月初 其實我們辦了很多場 工很多 找了個 就是希望大家來談說 你對於樹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你對城市的未來想像到底是什麼 所以其實透過這種方式 最後我們就 其實也是透過演出的社團方式 那時候後來聚集大家說 固定開一個指示 就找一個時間來分配 像我那時候就是 說我要去做那個 從業務術相關的 Q&A的問題 這樣子 其實我就回家認定回來 後來就做完 後來就 交給其他夥伴 後來去應付 其實我們 那時候是非常沒有組織性的 後來其實是來自各方 這樣子 後來像說 五月十九號的時候 這一個務術的獎金行動 是 其實是在遠雄那時候 在五月十八十七的時候 他有貼個公告說 他就不要來民資 其實你看到現場的狀況 其實 我們都會在想說 警察不是應該要保護市民嗎 你怎麼會幫著那個人 就是為了要引述 他要派出那麼多警察 這樣子 下一場 然後 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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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當時的狀況 這樣子 我們不懂 為什麼 會有類似正報警察的人出來 而且他們是從遠雄工地報出來 其實我們都在想說 就是 我們來 我們為了 數而起命 為了我們城市的想像 而警力 就是政府為什麼會 透過這些 警力的方式 來動我們對抗 就這其實我們一直在思考 到底 是環節到 爬心的時候 嗯 下一場 另外一部分 其實大家 在前陣子 柯文哲上任的時候 應該都有 聽到 聽過這件事情 可是在中跳動路 這其實也是在我們 運動一直發展之後 原本我們只是單純 保護中跳動路側上面的一些 不是靠近大巨蛋這一側的樹 這樣子 但我們越遠研究 越了解 其實因為大部分的整個工程 它也要移植到 頭部紀念館 中超動路側的百千層 總共有33顆 所以其實我們也提出了很多 跟市政府不一樣的方案 想說我們也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這個修正的方案 因為它原本的方案其實是說 要把百千層全部移走 它可以重新做規劃 它下面可以滑行坐地下的 然後其實我們提出的方案 其實也經過樹包圍 他們就是 其實是比照巴黎香蟹大道的不適 它其實巴黎香蟹大道下面 其實是有停車場的 另外它其實是 這樣沒有樹其實有立法的 這樣子 然後就只要把那個下面 在樹下面的地下道 稍微挖起一點 這樣也是可以達成所謂的 幾幾套生意的作用 這樣 其實最後就談到 嗯...好事 我們歷史開會到底 他們常常會跟我們在談 所謂樹 跟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 我們常常討論出來的一些 他們會常常會丟出另外一個 跟你討論說樹木保護 其實沒有跟住 那我就先從樹木保護對上的 那一塊應該有一點 因為它其實是善意吧 就是 像說 去光路南路車 我們剛才談到木棉道 華人那時候就有交通專家說 木棉化口池掉落 會造成 機車騎士就是 會滑倒這樣 還會摔摔自己 但是那些木棉樹其實 已經算為四十幾 華人都沒有滑成過熱熱的狀況 但他們卻想盡辦法 就是透過這種方式跟你說 這會造成交通疑慮 會造成冷定的問題 另外的話 他就會跟你談說 光會二島腳偏斜的話 可能造成疾病 但是我們會提出說 難道我們不能為了樹 降低我們的樹線 反而是就是要 為了大家的交通密輸快速的話 要去維持這個現狀 另外的話他就會想說就是 你把樹留在那邊的話 沒有辦法輸決那個車場 其實我剛才談到的就是他們貧困 他們現有遠雄把提出的這個方案 可是開始調配的時候 就變我們發現說 他們那個貧困方案其實都是遠雄提空的 就是我們問說 這個 這個報告是誰做的 他們 交通局的人是跟我們說 就是是遠雄 那時候副市長 因為其實開這個協調會的時候 他都是 當時有副市長 當今要跟我們開會 這樣子 他就會跟我們說 他就 那時候就是很生氣啊 怎麼會 這種事情被我們迎接團體 舉發出來 所以竟然是開他身幫我們做 他們的迪圖報告 其實 另外談到的就是 樹木寶波他們移植的時間 錯誤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跟張靖恩說就是 你這個時間其實完全錯誤了 應該 中號公布車的通箱應該是在 秋末村出的時候 也是開始正確的 後來張靖恩都說 我不了解 後來就問旁邊的樹保人 樹保人就有點勇敢說 其實應該是這樣正確的 所以我們才最後 離到所謂十一月底 他們 我們才會想說他們可能會 懷疑這樣子 到最後的話其實就是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樹木寶波跟樹木寶波 他們會說這邊的行道處 原本就不應該撞在這裡 這邊對它其實 生長其實對它會比較好 但是這些樹木其實都四十幾年 甚至快五十年了 你怎麼還會跟我們談這件事情 其實在這部分的話 我就順便談到就是 樹木保護條例這件事情 台北市樹木保護條例 其實台北市樹木保護條例 其實台北市樹木保護條例是 現在我們在公平檔 是一個 一個會方當時所提出的 因為我們沒有詳細的把條列出來 但我可以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它其實裡面規定就是說 可能樹領要達到五十分 還有它一些比較不理性的狀況 像說樹的腰圍大概要達到多少 你們才能做所謂的 受保護樹木這樣子 其實 巧合沒有達到這部分的樹木 他們都認為說 這些樹木就是 不值得保護這樣子 不值得一台這樣子 那結果像 當時我們那時候去看的 所謂我們現在保護的這些樹 其實他們的樹林 大概都四十幾歲這樣子 大概他們就認定 這不是一個受保護的樹 那其實樹木保護有一條就是所謂 它是一個很重要文化之長 你可以保護起來 我們那時候就跟他們說 這是木棉道的創作來了 這我們難道不應該蠻酷嗎 當時的就是文化局長那個 文化局長就是跟我們說 就是 這個東西不值得一台這樣 或者是這個法條其實在 這件運作上沒有在運作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之後 就是想要推動這個樹木保護 知識條例的修正 其實 你放眼前台灣的話 其實很多 城市其實是沒有樹木 知識條例 你們就是可以回家看 你們家鄉附近 家鄉的那個樹木保護 其實很多東西 他們 所以其實這一個部分 其實快變成是說 中間其實是談到所謂的 那個 城市行道說 下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就談 所謂科士國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因為其實到後來 他們現在主要就是在 我們在談 要不要猜疑巨蛋 他們到四月中的時候 有一個安靜的步驟 就是一個安靜的步驟 到底有沒有做 另外他們對於樹的社會 到底有沒有改變 前陣子我們 有所辦 就有去 大家都知不知道 在信義區有個房子 我在一個院 那個院區 那邊他們要做社會住宅 其實那邊有很漂亮的樹群 這樣 發言 朱花局長林中銘 其實提出了所謂 移屋舊樹的概念 但他移屋舊樹的樹 是所謂我們剛才談到 書寶條例的受保護樹木 所以沒有達到那個年齡或那個 腰圍的部分 他都不予保護這樣 我們就在想 他的觀念到底有沒有改正 還是他只是在想說 要怎麼把 就是全部把他 把他移走 把他全部在新界 是不是還是救援的這種思維 另外 特斯庫他們也想說 要推動所謂的樹木 SOP 他們想說 移植的話 一定就是 要有所謂SOP 他就可以 讓他移植他死 其實 一次的移植都是對樹的 相態這樣 應該思考說 怎麼要讓這個樹 留在裡面 一定要重新去扭轉 這個觀念 就是每天都在想說 移植移植 把樹木當作 他是一個樹名來看 最後他們其實把樹木 包括業務 全部都移到工業處 因為以前 其實有包括文化學 可以 接下來就談到 我們其實雙岩 在這一陣子 也辦了很多的活動 其實我們在去年 10月26到1月10號 其實我們每週都辦了一場的分展 希望就可以喚醒大家 對環境意義的關注 還可以來重演這個部分 重演這領導節目 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那時候 一開始 到運動中 中末期的時候 其實有想說 我們可以打造所謂 台北市環境運動的核心 這樣子 可以讓我們可以議題亂談 那時候其實 公民論壇也邀請了 台北市各種的樹木保護 或是文化資產 很完全的運動台 來讓大家可以了解更多的東西 對 最後其實就是 談到 有一個比較好笑的事情 跟兄弟 其實他們用進各種方式 來跟我們不適合的情況 其實大家不知道 台記不記得 在4月的時候 他們其實 就是說 我們就是 為了要保護書 的話 有一個小孩堂樹的事情 這樣子 他就說 為什麼呢 居民就是要出館長 這樣子 來 下一講 但其實你看真正的 就是 其實是一個表演藝術家 他們正在 做他們表演藝術的書 其實在一開始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得到媒體的關注 你看 我方向南路旁邊 就是華視 我們那時候在沖河的時候 沒有記者表演 其實有一個記者朋友來這邊 他想要找他其他 相關的媒體朋友來這邊 他們都說 你不要管這個議題 不要管 因為大家都知道 遠雄他房地產品 來廣告找他來 所以 你看這幾個 也談到我們議題的問題 你看 這一關其實是有辦法控制 接下來就講我們的 一個活動 就是 其實我們在一千小時 反正一百天氣 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 希望 可以引起 他管主 然後我們也透過就是 我們也透過就是 所謂的走 讓大家了解松菸以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之前的狀況到底是 第一次到底做了什麼東西 還有所謂的一個 欲污神仙 最後一個這個應該是 所謂我們那時候 會的地方選舉 就是 要求所謂的市議員跟市長 做出成立 我們聯合各種團體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才有個文學 其實就是那些團體 就是要求市政府 就像南港平台工廠 還有 最近有一個台北機場案 我們其實就是要求 各市議員跟市長 他們必須要回應我們 他們到底要不要支持 保護這個部分 但其實在過程中 其實你也遇到很多困難 有些議員說 醫院參員說 你幹嘛求助我 你應該要繼續 你應該要努力去宣傳 這個影片啊 我會叫我負責 其實也是遇到很困難 現在是什麼 還有我們其實 在2月14號 那個前節 那一天我們可以 所謂的巨蛋大生後 讓大家可以 用有趣的方式來 還有另外一頓 就是算是我們 招牌的招結 就是金城 那時候大家還記得 金城武術的這個故事 的事情 那時候金城武術導 回來 金城武其實派一系列的報告 反正那時候 就有一個網友 能力派他們做一個 金城武的申請 就讓你可以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 出現金城武 這樣子 那時候常常常派 跑出來說就是 因為大家就會說 有沒有反權的問題啊 常常就是說 可能只要是為了公益 那我們都可以 可以 可以使用 所以這其實 在那邊的話 因為大家很多 那邊人潮都會 要去送一門 放回去 他們看到 其實他們都會 留下來 給他們看照片 還是 最後就是 比較我們最近的 訴訟 就是在6月6號的時候 就是 大家假如最近 有到公眾難度 跟中方的目測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 那些樹都被 唯一無處 這樣子 就是其實 從那一天他們 那一天 2月6號其實那時候 大家都在 處定一個人潮 從那一時期 他們就是 我們都說他們 趁無難的時候 保護的藝術 他們就 其實窗戶 把我們帳篷都 弄得快 其實我們帳篷 非常的那個 其實過程這樣 很拖折啦 因為其實像 其實我們就直接點名 有一個落選的 王正德議員 那時候 他在十一會就講 最後一束是一個 很大的大小話 那其實他就 透過各種力量 就是 這樣子 壓迫請警察 就把我們帳篷 就是其實 你會看到 在運動過程中 你會看到各種 政治力的強力 或是各種力量 就想要來 就是有民眾 又拔來 撕毀你的 我們的那個 那個 這個 任何的海 這樣子 最後的話其實 就是他可能 變出錯誤 變化到 有什麼樣的地方 其實大家 假如在一開始的話 都可以 了解到我們其實 那時候其實都在 呼籲的是 術藥 保養 力保回 我們其實都刻意把 原大巨蛋的事情 做前科來看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們都很擔心說 就是 大巨蛋 因為要砍到第一案 因為現在已經蓋成這個樣子 那時候其實大家 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事情 因為 砍第二案的話 有些人就會可以說 還數目保護的話 其實可以做得更多的支持 這樣子 但是其實打到越來越後面 我們在 科士補上任之後 我們在有一次的那個 審討會中 我們就談到 那個 大巨蛋抵押的問題 那時候就 那時候 柯文哲剛好說 原本我們只是跟鄧家基 鄧家基 談的 柯文哲就出現的話 就覺得這類事情很重要 那時候 剛好也有線上直播 其實讓 很多人越來越了解 大巨蛋真的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到後面就是 變成新的聯組 就是我們是 想要要求就是 政府可以分 巨蛋 跟遠雄做 那個 援花 拆除大巨蛋 防衛生 這也是我們現在一直推的聯組 結果我們這邊做的那個 連組 然後我們再希望大家可以 幫我們連組 這樣子 最後 不錯 所以我們目前的目標 就是 推動台北四樹木 網路支支團地有修正 希望可以不要 每次都用50年 用那個 那個很奇怪 物理標準 自己做 然後我們 拆除飛行蛋的這個連組 希望讓更多人理解 巨蛋的問題 還有森林公園 那也期待可以種植樹 為城市綠碟的行道處 就是這一個2R Talk 就是我們那個 連組的連結 教大家可以的話 可以幫我們看一下 到最後 就是其實最後的話就是 跟大家宣傳一下 我們在4月25號的時候 也是我們 重演戶出一週年的活動 就是我們會辦一個大型的遊戲 希望大家可以來一起參加 讓市政府 讓全台灣人了解到 就是這個巨蛋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快 一起來 讓這個送菸 就是變成 森林公園 謝謝大家 謝謝 你們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公民 越來越不能無涯 在城市看 所以 這個 當然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 然後比如說 我想說 等一下的時候 我看你們先想一下 然後之後我們在 就是 就是說 當初 當初在地市民的時候 或市長 沒有哪些人做的承諾 尤其是當選 這個當選的承諾 他們有能夠履行他們的承諾 再來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之前的時候 因為這個部署的這個部分 也點出了一個問題 應該 現在為什麼只有 會變成是公務局 公園處理 而不是由文化局 或杜發局內來講 因為我們之前講到 杜發局的林忠銘 所以他有一些 相關配套的措施 那當然我覺得 林忠銘跟馮光園很好 所以你們如果說 可以去看 透過馮光園去找林忠銘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在 在當時現在的那些 文化局長 就是說 文化局長跟 文化局長他的 看法會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在談這個 這個問題其實上 也是涉及到 文化層面的問題 它也不是一個 一般的工程的問題 所以能不能也 等一下 如果你知道的話 可以公文解釋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就請 蔡雅銘律師來跟我們講 關於大巨蛋的問題 來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概是在 一波97年幾乎 開始參與大巨大案 那時 中間我們曾經 針對九二團 也提過一波的訴訟 然後那時候 在九八年 二月二十七號到二十八 那時候也有六五公民 為了護術被抓走 然後我們那時候 也有去撤護 後來是不起訴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概是在 一百年的時候 他們通過了 就是說大巨蛋的時候 通過了環體 比如省建造 在很短的時間內 三個組繩都同時通過 那我們那時候 就有協助當地的軍民 後來找到幾個團團 然後去進行訴訟 他講話很快 所以他要等著你 那我講一下大四季 但是其實結入了大四季 就是說 說在這個 2009年9月10號的時候 其實捐查院曾經糾正過大巨蛋 然後就認為說他 他們的合約 什麼地方都是 像一個 就他原本公告的合約 是比較嚴格的 可是等到他簽一個 公告的草約 給廠商 給那些潛在的同志人看了 的合約 是對廠商比較肯定 對勝財也比較嚴重 你就後來簽約得標 遠雄得標簽約 然後把他大幅的修改 變得對廠商很嚴重 然後就被檢查院捐證 那檢查院捐證不久 後來那時候 大巨蛋 他曾經有重辦環民 所謂的重辦環民 就是本來有個環評程序 那後來比如說他的開發內容有變 跟遠雄這次看大巨蛋來講 他是他的量體擴增超過10% 所以他去重辦環民 那在2001年的時候 他就重辦環民被撥回 那時候說他的量體過大 然後交通問題沒有辦法 就去把它撥掉 那後來遠雄又再次提出那個替代方案 就在原子 他就把量體停車場 或稍微縮得小一點 再重新重建 結果就在2001年 就是通過東省通過的建造 外面也通過 那時候是三個一起去打 一起去針對三個主任分別 去提出院 因為他們的宿院管轄 極方不一樣 可是那時候我們希望 不要那麼多的訴 就真的會很辛苦 所以後來我們就故意選在同一個時間 就是因為宿院法有規定 三個月沒有我們宿院決定的話 我們就可以起訴 所以我們就是同一個時間一起起訴 然後把院也都手禮 那我們那時候 宿院的時候是 懷評他是實質博婚 然後那個都審跟建造 都審去博婚 就認為說沒有當事的事格 那後來一審的判決是 懷評的部分 他認為一切都遵循環國人的判斷 然後把那個 然後都審跟建造 認為有當事的事格 所以發揮一書有完會 那雙方都不服從頭上訴 那最高級後來就是 博回懷評的部分 所以懷評的部分確定 然後都審的部分 都審跟建造的部分 算是遠久他們上訴有成功 所以不是遠久 那時候是台北市政府 然後就是被經濟發揮 所以現在在台北高的行政法院 在審議中 所以現在正在訴訟 我們就只有丟審跟建造 這兩個一份 那我們法律上 比較爭典 大概分兩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要告的 一個是撤銷都審 就是我們認為 一個都審設計審議 是有瑕疵的 那大概有五個爭典 第一個是 對於那些委員 到底要 我們認為他應該要迴避 還是沒有迴避 那哪些委員應該要迴避呢 因為我們認為 這是一個市政府的開發案 所以官派委員 他其實是有一種 因為他其實是要執行一個市政府的決策 所以我們認為他有利益衝突 那我們在都審的過程中 也發現說 他這個開發有部分 是涉及到監獄的一些設施的部分 的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監獄公司的農事 他不應該來參與這個 跟他們公司有關的一個決策 所以我們就申請要求說 這兩座委員 這兩座委員應該要迴避 那再來就是 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這案子 是在審查的過程 就是他最後通過內市的大會的時候 我們有去遞狀申請 就是說要求要停止 要求那些委員要迴避 那一座行政程序法其實有規定說 如果被申請迴避的話 你要 就是說你在決定要不要迴避的時候 你其實是要把程序暫時停下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定 其實在法院是希望說 有迴避增應的時候 你不要程序繼續倒下 所以是應該先把這個程序離勤 但是他剛剛完全沒有 也有當面就看不過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這是一個文化體育的特定專領區 但是它的商業卻遠大於的話 你弄有這是違反度性計畫法 三十八條就是特定專領區不得委員 特定不得委員 特定不得委員支持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有部分的設施 跟它的系統計畫的 文化內容是不一樣的 然後還有就是 我認為它的那個 就是環境審查結論說要退出的群照 但它沒有退出 所以我認為是違反環境大家 那剛剛講的是都審 那後來我們還有撤銷建造 那撤銷建造的話 大概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前面講說 我認為都審委員 那建造的話 台北市建管制度的條例 就是說 其實有經過都審的 文化建造 它實際上是要一照 都審的建造來把它建造 所以如果都審有違反 我們認為 其實它這個也是違反的 那後面再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都審違反的一些 文化都是清化法 或是性質清化 文化 它都是一個強制規定 所以如果有違反的話 這個建造應該也是違反的 那可能有人會說 每個章1跟5是同樣的 因為我們只知道 文化條路一樣 其實只差在一點點 就是在於說 都審的部分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請求 是認為說 我們從程序上 我們曾經要求委員 迴避 它程序應該要暫停 但是它當天沒有暫停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程序上的瑕疵 我們認為說 說這個 就是說前面的都審 如果程序上有瑕疵的話 一定會影響到這個建造 因為它程序沒有 遭到正常的規矩 那有個其實 比較有意思的是說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主張 是它建造上的設計 那個學校有建築師 然後學校有建築師 當初就是一波竹井 就是說它是最早做那個 有了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是有託這家事務處 去做設計 做這個開拔案的設計規劃 那後來它就變成協力掌商 然後當建造設計 那我覺得這點 也是有很多的質疑 所以那時候我們 也把他列為輸送的真理店 在小朋友 那這是講 行政程序法33條 就是公務員 如果這些請求的話 然後是人可以申請合幣 那就是有具體事實 除任期執行的職務有偏諾 那我們認為說 然後在就是它的 徒生委員 大概是有21個 然後也需要貨辦訴書 行財 然後貨辦訴協力掌 然後做一個轉變 下一早 那他當天 那時候其實來開會 其實大約分 其實還是官派五個 不知道 我們有其館代表我們有10個 那捷運公司的董事 則是有兩名 那其中一名 一名譽文 他剛好有一次 他也是機關代表委員 所以我們認為說 21個人應該要迴避 沒有迴避 然後而且我們認為說 既然他 如果21個委員 如果扣掉了11個 剛才迴避的時候 其實他出行的書 是不夠一般的 所以我看 他不想覺得也是有問題 那我們那時候 申請停止執政程序 在我們申請停止執政程序 因為那天 那個理掌 原告跟那個 理財九理掌 跟神經化理掌 他會有期待幾次問 然後後來 你先到那個 總收委員去遞照 然後之後又再 最後一份是 在那個 徒生委員會實查的時候 去遞照 然後同時也 口頭也再次的 強調說 我們應該要再趕著 那那個是 音域群是當天的主席 他笑得不開心 因為他沒有理會 我們之後就通過了 上下一代 那我們 在做這個行動之前 前一天 有意他就發流行了吧 其實剛剛 聽念你講說 野雄才大氣粗 我就其實很有感觸 因為我們那整個過程中 就是 都是很環體 其實那整個過程中 我們開過非常多 沒有記者的記者會 可是有時候 你會覺得很奇妙 就是 你開了記者會 因為第一沒有什麼的小報 第二是說明明 有時候有記者來 你是沒有任何的報道 然後每天打開報紙 看到都是野雄的報告 就會覺得 不是 好像這個聲音 又有傳不出去 那其實沒有記者 我們還是會常常看記者會 那在這次 我們覺得可能是 最後一次審查 因為那時候野雄 他如果再拿不到 就是他如果還沒有辦法 拿到劍照 他可能他就已經 反正他已經鮪魚了 然後後面收拾不見 然後市議會 那時候有權益說 就是市議會報導 他在野雄這邊 要變成名公園 然後新聞裡 他們全部的領長 就是呼吸器人 整個市議區的領長 也通通結束 就是希望變成生理公園 所以那時候 壓力其實是很大 所以我們覺得 政府可能一定要 在那一次通過 所以我們就在 那一次之前 我們就 由於就寫了一個新聞條說 我們將會 依照法律的程序 讓他的 讓他停止審查 就是好像變魔術 我們預告說 這個審查都被我們依法停止 然後下一張 那我們用什麼方法 讓他依法停止 就是我們寫了一個 蔡家瑋當事能 跟迴避的申請狀 那我們做了十份 就是有九份 就是到總收文書 去遞給各個警官 那有一份 因為我們如果 我們是去遞的話 可能會說他沒有收到的通知 所以我們有一份 分要點讀發掘 那一份我們是到會場上的時間 去遞 然後通知也通通 然後我再跟他講 然後他說 我們把影響 影響 影響行政程序法 33條 就是說你那個 因程序進行 將影響第三人之權利 或好影響第一 的話 他是可以去申請參加的當事能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並不是遠熟 我們是開發方 所以我們的當事的四個 不會被增值 所以我們還可以 申請出我們同事 要求說 我們要變成當事能 因為我們是有厲害的關係 而且這個部分 其實厲害的關係的部分 其實在訴訟上 你就可以確認說 我們這邊距離是有厲害的關係 所以我就依照行政法 我們要做行政程序法 當事的 那我又依照行政程序法 33條 就是說他說 被申請迴避的公務員 他在那個圍堵 就這個事件 圍堵的國之 決定指定停止程序 也就是說 不管你要同意也好 認為我們身體迴避有到 或認為身體迴避沒有到 你至少就把這個法條來看 你不能當天就通過 但是 其實我們自己實際的建築 很多法條形在那裡 拿出來給他看 可是他們還是會不理你 所以那天我們就是 他們還是在當地的會通過 所以我們的魔術沒有變成 就這樣吧 然後 第二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 因為我在整個市場過程中 其實聽到非常多的 我有做這樣的指引 就是 都是計劃法38條 是說特定專用區的土地 跟建築物不得為 特定用途是使用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地方是文化體育園區 可是 是大家實際去看它 相關的文化可以發現 它的商業的量 事實上是很大於文化體育 那在這個案子 就是說 它的細部計劃 是說這個特定專用區 是要文化體育為主 商業就形容不得 尤其文化產業 這是它的細部計劃的 就是說 它是文化體育為主 然後它的商業 只能做一個附屬的商業 下一章 那這部分 它當初在主要計劃審查的時候 其實內政部的審查意見 就有講到 就是它那時候在做主要計劃審查 所以內政部就有質疑說 它的商業規劃得太大 然後他提到說 這個地方並不是一個商業區 他說 如果你要做的事 不是一個輔助性的商業 事實上要重新去思考 那你是這個 要做文化體育的特定專用區 還是你要另外做商業區 再做評估 那當時市政府回覆的意見 就說 它這只是一個附屬的設施 就是它已經很明確地表達 它不會這樣做 就是說 它將來只會有一個附屬的設施 下一章 那我們來看 這石頭上角是它的整個配置 譬如說 因為這個基地大概18公頃 然後 那個 體育園區大概占10公頃 然後另外一邊是文化園區 就像已經的那個文創 還有一些武器的部分 那它1992年等環評的時候 它那時候 其實也是報名大堆商業量體 但它那時候 那顆蛋的前面的廣場還比較開過一點 那後來到了那個 就是說 最後一百年突破的那個環評 因為看到 那種其實商業量體就很大 上面那邊是百貨公司 然後另外一邊是旅館跟辦公司 而且那個出口就對著他們的旅館跟辦公司 好 下一章 然後 我們石頭上在訴訟上 最大的真實是 有告訴這邊是主張說 它應該是用立體的隆隆 基隆地板面積 來去計算 哪一個是主 哪一個是 然後被告的就是台北市政府 他們主張是用平面的在地面積 那這一點我們是覺得很荒唐 因為現在的都市建築大部分 都是屬於那種立體的建築 然後就有很多證 所以其實大部分 你們在算這個建築有量 你其實是會用立體的方式 3D的方式來看 很少是說單純只看平面 但平面也可以說是建定律的東西 是我們其實在整個討論中 我們看那些委員的發言 其實講的都是用地板面積 而且討論 他們那時候聽證中 提出來的資料 是在訴訟的時候 才另外重新匯支 在審查過程中 根本就沒有出現這樣的資訊 而我們原告提出來的主張 其實我們用的資料 都審查過程中 已經出現了 就是已經存在的審查資料 那再來就是 在這檔案的糾正裡面 也有提到 新建運運契約的第九點五條 先跟原本公告給大家看的 七月草案叫法化 原本公告的七月草案 是有一個巨蛋營業虧損化 要用附屬的商業設施 來減補它的損失 可是這條後來被刪掉 那我認為說這個部分 它是商業設施 是失去附屬性 本來是要用那個商業賺的錢 去養這顆蛋 然後結果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 把它刪掉 那我認為它就沒有附屬性 再來就是文狀大 就像已經可以 就是成品黏動 成品商場的那個地方 我們認為它整動 根本都是商業使用 避免然後也是 對方折折折桌椅 百分之六十五是屬於文化 就是它如果是 我就創商場 所以是文化的設施 可是我們實在看不太出來 我們創商場 跟一般的公司差別在哪裡 除了還有一個文創的 然後跟我們來看 就是如果以體育的距離來看的話 它這個商業設施 大概算百分之五十九點六 然後後緣 大於它的體育的設施 百分之四十點四 那就是這種過程中 那個 因為本來只有 他遠雄玩一樣參加了 遠雄玩他就覺得說 那你要整個區塊 共同一起來算 所以後來我們又把這個 文化有區的部分 也拉進來計算 可是如果重新計算的話 會變成 整個商業的部分 佔百分之六十一點四八 然後那個文化體育的部分 佔百分之三十八點五 事實上還是 還是那個 商業的遠大於文化 那其實在整個審查過程中 就是說 很多股神很多股神委員 都有說 只像洪如江委員 就有問說 就是說這些商業的商場的空間 也超過巨蛋的開發量 到底體育在哪裡 那蕭麗洪委員 也有說 商場量非常非常大 那又指示 某個文化體育的構想 那俊子強委員 也有講說 商業量只是過多 然後整個寶貴的書餐空間 幾乎都被商業站 那洪如江委員又講說 這個商場使用的樓地板面積大 其實你看委員 他很清楚講的是樓地板面積 並不是那個建國的占地面積 他是講的是樓地板面積 那鄰居訊文也有講到說 他這個商業設施 應該是一個附屬設施 而不是東加七家的商業設施 那另外一個委員有說 商業比體育多 然後不是一個附屬設施 然後又有委員說 商業人家的體育不足夠 然後還有委員說 他整個要管完線公共利 不能只是商業極大化 那有委員建議他要縮小商業的量體 然後甚至有委員說 主要不能被商業超過 商業量不太大 他認為這個地方的問題是在商業區的 他說這個地方不是商業區 然後又委員說 他覺得BOT還不應該理他 然後另外委員說 他的問題是在 你說整個行為 其實很多人都對於他主義 為商業大化體育的很多的值 這個商業設施失去負輸 這個是從監察院的糾正案的結論 其實監察院指出了契約 好像大概有三個九點的問題 那其中一點的問題就是他把 那個本來 就是說附屬事業 就是那個商業設施要來養這個感 來給他的賄損的部分 把它刪掉 那監察院是認為說 這樣會增加這個建設的一個風險 而且事實上是違反當初初餐的精神 因為初餐本來是說這裡也有錢 所以找民間來做 可是你看你找他進來做之後 你把這個用來養蛋的那個商業設施 變成他不用去添付 去添付貴金 所以他覺得很不便宜 那下面則是我們 就法院有去現看 就是整個文創園區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都是 就事實上看起來是很像一般的百貨公司 那我們主張說 他其實應該是紀錄商業使用 就是一個文化石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認為 因為他有一些商業設施的配置 有一些設施的配置 跟他的細部計畫是不符的 就是我們的 就是案子的細部計畫 他一直有講到說 為了考量積建物的本體位置 他將來的配置 他自己的光復南部段 跟市民高架的橋道 可以提供商業服務 那為什麼 我們認為 然後可是我們過去現場去看 你會發現說 其實中校東部段 他有一個很高的建築 就是他的大陸大陸 跟他的漁管 然後我們認為說 如果到這個細部下 應該走光復南部可以 然後而且你看這張圖 就是國父紀念館足跡 因為他國父紀念館 背後好像就有人比人業這樣 就是他本來是 一個很漂亮的天際 先讓他蓋下去以後 他的後面就會有 很突出的一個建築物 就是他的什麼視野 就是說他的位置 你可以看他變視野變得很差 而且以前如果我看早期 他們其實國父紀念館 附近是有一些高建築物的限制 就是你不能蓋太高 然後避免影響 雖然這個可能有些人 會不太認同 覺得他不是國父 或是有一些其他想法 但是如果純粹以建築的美感的話 這確實是一種破壞美感的一個行為 我也違反西部計畫 那再來就是他的西部計畫 裡面事實上是有規矩說 他要一個三進三出的車道 就他蓋了二進三出的車道 那我們就認為這點 跟他的西部計畫是不一致的 那最後就是他違反環評審查結論 當初環評審查結論 因為如果大家有去現場看的話 其實那邊的路算是有點 就是說其實是蠻俠的 蠻小的 然後就常常會塞車 所以但是審查結論說 要再退縮一個車道 可是尾熊那時候他急著想要通過 如果要再退縮一個車道 可能要再重新畫筒 然後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不太願意 就環評審查結論 有這樣的要求 我是看下一出 然後後 但是他們不願意退縮 那他們最後做的方式是 只有把那個林庭區就是往內縮 然後其他就是原本一樣寬度的車道 把視線把它改重新畫成五條線 就是有點造假 就是把視線道畫成五條線 然後數字叫做退縮一次道 可是我們認證退縮 應該是真的有往後退 而不是只是你把它同樣寬度 重新畫線 那這個環評審查結論 其實是開發協議必須要遵守 因為開發單位 他應該會召喚書 輸定公書 還有審查結論來切實的執行 那如果本來是有想法的法則 下面 可以這樣放 放到 放到 那這部分其實 在整個他們送報告書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公發局內部的那個 懲罰人員其實對這點是有疑之疑的 就是說他認為說 原本規劃是四車道加一 就是說一零停區 然後要改成五車道加一零停區 然後他沒有 他認為他們有對縮 而是直接把他用原本的道路 然後重新再調整的路線 他是覺得有質疑 可是最後他們還是認為說 有關係就給他 再按一下 那這個是 張聖雄老師 今天我們很感謝 他是淡江大學的那個 日服理系的副教授 那我們在審查 就是說我們在訴訟的過程中 曾經有去向他請教 然後他那時候 他就自己 自己做了一份厚厚的那個交通影響 交通的一個評估的報告書 然後後來他也出庭自己來作證 那他出庭作證的時候 他有做一個簡報 那針對這個交通的部分 他那時候就會講到說 他認為說 如果路寬不變 只是畫線增加車道 這種方案 如果是你用的話 那交通出為什麼現在就改善 因為很多地方都塞車 如果他只要把 一向寬的變成四變五的話 那我可以畫更多 四條線變得 把他畫成四十條 這有點開玩笑 就是說如果這是有效的 就把一些塞車的路線 都重新拉線 然後就交通問題就會解決 他認為是很荒謬 我其實根本不知道 我真的解決 他認為這製度的解決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講到 東維都審文法會也是想要 建造合法性 就是台北深圳 建築管理知識條例三十九條 他有說就是說 要辦理都審設計審議的案子 他將來是要依照審議的結果 來審議建造 就是說如果他要經過都審 他的建造身上 是會跟都審的結果有不管 所以如果都審有什麼瑕疵 但是我認為建造會也講到建造 再一張 那再來就是我認為 都審計畫法性負計畫法 環民法都是一個強制的規定 下一張 都審計畫法 我們在案子裡面主張 大家違反了幾個法 就是剛剛講的 都審計畫法三十條來條 那如果我講的 都審計畫法的話 事實上它就說依照通法 就是都審計畫法七十九條 它是可以要做熱力拆除改建 其實使用恢復原狀 那還有就是那個 新的計畫 事實上也是依照 都審計畫法受決定定 然後環民法 剛剛講說要遵照環民審查的結論 它如果違反的話 也是有相關的大責 或是最後可以要做 可以實施開發行 下一張 那在相關的案例裡面 就是內政部硬件署有個函 就是它是有一個特殊專用區 就是然後它想要做成工廠 那內政部函就認為說 它要變更入式計畫成工業去 才能做工廠 不能說沒有電源的時間 然後去用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保鏈住六支六的一個開發案 那這個案子就是 他們當初環民審查結論 也要遵照設置 物費處理的設施 可是後來廠商 為了省錢 就反而不願意設 然後後來見過 台北市政府又拒絕 給它建造的施照 那它廠商去告施證 最後市政府是贏的 就是因為它不喜歡環民審查結論 所以廠商不給它 就是市政府不給它建造 那我認為說 可以看說 如果我兩環民審查結論 它實際上還不應該拿到建造 那最後就是說我們認為 對於規劃商所為建造設計 我們是有建議 旁邊是羅興華 然後這個是徐少爺的建築師 他們很怎麼講 他們兩個人各開一個私務所 徐少爺建築師是我 羅興華建築師所 他們又和開一個太陽建築師所 都是同一群人在同一個地方 我們開始注意到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們開會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拿到 市政府之前內部 就是他們早期那個可行性圖 如報告跟限期規劃 那其中一本很習慣 因為徐少爺建築師師 就是徐少爺建築師師所 然後打出我們 就是兩行字疊在在 那我那個就覺得真的很奇怪 而且我覺得更奇怪的是 因為當時跟我們開會的時候 坐在偉雄旁邊的 就是這位羅興建築師 可是我們就一直很疑惑說 為什麼現在在偉雄旁邊 在幫他講話的人 居然是剛出光開的 市政府過設計的話 如果心裡只是疑惑 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就去 然後徐少爺他是建造的設計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高建造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雖然覺得好像會不會 人家覺得我們太 就是好像 反正我們就把這件事情 一起拉進來高 因為我覺得他為什麼可以 既幫市政府規劃 後來又成為寫了一場 不是嗎 下一張 這很好笑 就是我們後來就去 調出那個他們的合約書 就是我們其實有點慢慢的拼出 那個拼圖 從一開始是覺得怪怪的 後來我們就找到 原來徐少爺 就是台北市政府交易局 其實可能最早的時候 有去委託徐少爺建築師師師 那時候花了大概三千萬去做整個開發案的 相關規劃或財務分析 那他們的合約第七條也有講到說 你剛執行契約之人啊 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相關的商業行為 就我們的認知啊 當然是包含這個大區單案 而且我們相信大區單案 他們幫他做設計 絕對是有收錢的 應該不是當立工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一個商業行為 雖然他們在訴訟中 旁邊他說是專業行為 不是商業行為 他說建築師是一種專業 所以他們並不是商業行為 但是我們認為這種規定 這個法條本來就是要避免說 你當市政府做規劃的人 然後利用你的商人的機會 你將來成為協力廠商以後 你可能會為了考量自己的利益 然後沒有辦法去照顧 市政府的利益 那我再下一張 而且政府採購法 那個法條其實 進入所有的政府採購合約 都會有類似的規定 那事實上它只是一個法律規定的文化 所以政府採購法實行憲38條是有講到說 提供規劃設計服務的廠商 與一該規劃設計 結果辦理採購商 不得猜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但因為這個案子 徐少爺有件不適的部分 是依照政府採購法 但是大巨蛋的部分 事實上是依照促進一間公餐 公共建設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說 因為我大巨蛋不是採購的案子 所以不適用 可是實際上你看 證明採購法第99條 他也有講到開發的廠商 投資興建引力的那些開發 但徵權廠商的程序 就是除了利盜貝 還是有適用 我覺得他為人要等 個助餐這是什麼的一個公益 其實那助餐法 他其實是 是調理要符合公平公正的公益者 那而且我們覺得 這個建築師 他在幫台北市政府做建議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些建議 就是事實上 我覺得是對我 就是跟後來的調查 比較有利 比方說他那時候建議說 這個案子開發權利盡不收取 就是不收開發權利盡 他說還是這個案子不賺錢 然後就不要收權利盡 然後他就建議市政府 就不要調降主定主定 反正主定就是 反正主定本來想要開三法 然後把它降成一法 那它其實是非常利益 就是大家如果我去讀的話 其實地價稅的基礎稅率 就是百分之二千分之十 就給一百分之一 那後來這案子 最後簽約的時候 圓熊事實上是用零權利盡來投標 但講的是盈利盡 他建議的是零開發權利盡 像一般這種BOT案有的是 會有兩種權利盡 一個是開發權利盡 然後一個是零入權利盡 那圓熊開發權利盡 因為他本大數就建議說 是零開發權利盡 所以應該任何的買同都是一樣 可是我覺得比較妙的是 圓熊他也敢用零營運權利盡來投標 都不擔心會有什麼潛在的競爭對手 然後再下一張 就說那事實上最後也是只有 一家廠商來投標 那這部分其實我們認為當初 我們自己是認為 他是有保標的情形 下一張 那再講樣子這一點 那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覺得他是怎麼保標 當初他的招商申請虛 招商申請虛就是說 市政府他要做一個開發的時候 他會把他的條件 然後告訴所有的廠商 讓他們可以了解 那覺得想要通知 覺得有賺團的人可以來投資 那當初他就開發 那種做一個限制 就是說開發案的總共利擺面積 上面先是9萬6千坪 然後他差不多是31萬6千8百平方公尺 那他已經說這是最高值的概證 這是一個對潛在的投資 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因為他必須要根據 他可以拿來開發的一個量體 來算是我們做這個投資案 到我們拿去划算 那可是我們看到在這個案的建造 他事實上各的多成的面積 最後是49萬2千多平方公尺 事實上是遠比他當初講的 開發量限制還要多 那事實上我們覺得 這是對廠商不公平 那我剛開始參與這案子 他很多的資料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我們是去開 他的那個變更環民的那個會議 重辦環民的會議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說因為既然曾經公開早上 為什麼我們可以得標之後 又去變更那個開發的量體 這樣子對於那些 剛初不知道 可以蓋這麼大的廠商 不是不太公平 那我們後來才發現 我們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果然是看到相關的資料 我們還是認為他非常的奇怪 現在已經有想到的限制 那為什麼最後公布他蓋這麼大 那這個在整個真審的過程中 其實有三家廠商去提問 那其中有兩家廠商 問了其實實質相同的問題 可是他們卻得到不太一樣的答案 有一家教母頂顧問公司 他就是很具體的問說 這個開發案 就說 好笑 但我講大一可能跟上面寫的 會有點過差 好像眼睛不好 就是他上面有掌道書 他就問他說 到底能夠記錄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停車空間 機電空間 那些不記錄法定容積的空間 控出 然後如果引用一些容積檢例 可不可以蓋超過這個量級 然後台北市 我們就給他寫得很好的 說我們就要檢討 這就是一個開發案的上限 我如果是那廠商 第一我覺得我問題 好像沒有得到正面的答案 然後我會有哪些 可不可以記錄都沒有講 然後你最後也跟我說 這是一個上限 那我可能會不知道 該不該去冒險做這個投資 可是另外一個廠商問了 他就得到非常清楚的答案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跟有 趙成熊吵架的 柔衛生建築師 就是他們本來一起來 一起來投標 然後那個柔衛生 他問的問題 就台北市 你給他很清楚的答案 說這個就是 這個腫瘤地把面積 就是所謂的 把定容積面積 就是 這個答案差非常多 就是你可能現在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學建築 因為我一開始也搞不太懂 就是如果是總樓地把面積的話 他是所有的樓地把 全部都加起來的總面積 那如果是把定容積面積 有一些可以扣除 一樣說停車空間可以扣除 機電空間可以扣除 假如定容積可以扣除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 代表代表可以蓋東西 差非常多的 因為如果他是一般認知的 總樓地把面積 就全部加起來 可是如果他其實是把定容積 他還有很多那些 本來人家會把它當作 可能只能蓋停車場或其他的 他就全部都可以拿來 當作業設施轉型 所以他們雙方得到的訊息 是落差非常大 再看一下 這個回應是誰唯一的 哪個結束回應 教育區 教育區 對 然後 然後這部分其實在 就是後來 林立華議員 他那時候曾經質詢過好林立華議員 那好林立華議員 那好林立華議員 這次從議會公報結局來畫面 就是說他也有講到說 那個定居然 那個定義群局長 那時候的主席 就是說 說那個總樓地把面積 跟總容積樓地把面積 本來就是不同的 而且那個總樓地把面積的定義 是很清楚的 會依照大家公認的 總樓地把面積的方向 而不是根據韓式 他說韓式 就告訴他們 就給廠商說 其實總樓地把面積就是法定容積 因為其實我問過很多建築業 而且他們都說明明就是完全不必要 而且如果你沒有特別標讀 是總樓肌肉地把面積 一般講的就會是全部夾起來 而且那時候 我們一開始委屈他們的一些審查資料 他們都是使用總樓地把面積 後來被我們講話以後 他就從事他就改掉 那時候我們就說 為什麼你特別跟我們申請訊資差很多 那下面 那 因為他們說 成員 政府 就是 政府都宣稱他們 當時都有公告上 然後 可是那時候 中樓跟附屬 那是中樓工程序 就是聯盟那一團隊 他們都去網站上找 都沒有找到 然後後來 來就是 他們後來有去那個 他們在工程會的網 就是工程會的查 網站上查詢 其實 被不起來 他其實是截標前兩天 才告訴你說 廠商申請適應的資料 可以到那個教育局的一個 就是到這個案子的重備處 文化體育委員區的重備處去下載 然後後來 他們有請徐家欽育委員去調 然後他說 因為網站才買 資料已經不見了 那資料不見 反正我們也沒有證據說 是不是從來就不成存在 那假設它存在好了 問題是 你在截標前兩天 才告訴他說 你可以去那個網站下載 可是 這麼大一個工程案 你做相關的設計準備 一定要花很多時間 你兩天前才公告 這樣的訊息 我們認為他其實是保證 因為沒有得到訊息的人 其實他有認知的 可以開發的商線 更有得到內訊息 而且已經拿到海外 將來他可以把它擴大的那些人 他得到的資訊是不一樣 所以這樣我看來 這根本就是一個保證 那其他的問題 因為後來我們其實有去告刑事 就是我們有去告刑事 然後檢察官查查查 他現在是牽結的狀態 那牽結其實是 跟很多人討論過 他們說牽結 牽結就只是現在暫時認為 證據還不足 然後就暫時停下來 也是如果說將來 發現有更多的證據 還是一件可能可以起訴 然後當時他們是有查到 我覺得在95年 五月他們那時候 六月要有公決嗎 然後剛好有290萬的現金 存到某一個委員的帳戶裡面 然後呢 可是他們因為現金很難追查來 所以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他是不罰 那就是目前形勢的狀態 請大家可以掌聲 大家可以掌聲 這個原因是因為太緊張 講得那麼清楚 大家在這件事 那我們剛剛在談 可能有些專員名字 大家不會太清楚 那講完以後 那可能還請那個 蔡律師 再把這些幾個 你還記得 就那個關鍵點 等一下再跟大家 再提醒一下 就比如說他們要跟他講 什麼用戶說 他也不可能 或者在台湾所謂的大巨蛋抵押的時候 有幾個最重要的症疾 可以變成一個陸續 可以跟別人做過同仁 能夠關注到哪幾個天 因為你現在是很屈性疑 把所有的東西都把它講出來 等一下看 能不能再想的時候 再幫我們做個摘要 然後再給這些朋友 他們之後回去的時候 可以幫忙說說明的解釋 然後我們現在看 現場有沒有問題 想要詢問上面 兩位的主張者 我們先開放三個問題 那這三個問題 大家可以做評論 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問題 一個 一個 先等一下 再來還有嗎 再來 有嗎 二 還有嗎 好 那我們就先讓他們兩個 先回答 先 提問 其實這個送業還有這個大區單 其實已經有 看這個歷史背景 其實來來去去有一段時間了 那 其實我覺得那個 其實市政府的態度 是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剛才 不管是那個 林同學或是蔡律師 都有講到說 不管是從現場 或是從法律層面 都會有遇到很多問題 可是當你在現場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說 呃 這個 警方在執法 或是市政府在執法 到底有沒有 選擇性執法 這個問題 比如說 剛剛蔡律師一直提到說 環評 或者是說這個法條 或者是林同學 常常講到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在這個現場的時候 呃 因為依照環評的時候 他就講到說 呃 你這個環境影響的評估 一個總統之內 這個大卡車 這個進出 是有他的上限 因為會影響這個 然後 白天10點之後 有他的限制站 可是 呃 其實 施工單位是 完全沒有在管 然後 呃 民眾提出檢舉的時候 這個 警方是 受理 或者是說 就是拖延 甚至 變 就是1999啊 或是任何的 呃 或是什麼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公務機關 就會認為說 我們好像在 怎麼啊 所以其實 我只能說 很多時候 呃 食物上跟法律上 跟這個 政府機關 其實是有他的 的立場在 那這樣會變成說 抗爭者 會 會有他的 難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有時候我們會說 天佑這個案子的原因 就是在於那個 呃 趙同雄被受壓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整個私情大陣 所以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堅持到下去 如果要堅定 有可能就會有些狀態 謝謝 像你們先講一下 你那些 在參加抗爭的時候 會把那些 呃 講 剛剛的 罰條的問題 你跟其他 念罰條 就會其他什麼回應 你還怎麼會 因為我們現在在抗爭的現場上 也會遇到這種東西 我們先聽完這一句 好 那 那 那 一開始在講到 一路 一路就速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特殤的方案子 對 那 那 你也看到說 那個方案在配套上 其實書解交通的 呃 呃 呃 那 而且他會覺得 當政府規矩 這個方案的實際的 呃 呃 書還是 不會就是 明明來出的動機 會讓他一起吃 他來吃 他現在有點 疑似提出 以路就速 然後那個 林忠銘提出 是以路就速的 是不是 他是 他那個 以路就速的時候 老師 哦 所以 那另外一個 要問一下 那個 呃 因為剛剛有看到 呃 呃 呃 柯 柯市長 他很有 他對這個的態度 呢 還沒有說 這麼 這麼的強烈 啊 那 那當然我們可以說 對他這個態度 在調查當中 那如果對大巨蛋 這件事情 就你目前 理解的話 然後 柯市 柯政府 就是我的態度 那 到目前為止 他剛剛講的 這什麼也 故事 那你這個 在這個 心理上 你對他的意見 會想 沒關係 你可以 不用那麼快回答 齁 你可以想一下 來 那我們就想請 先請 先請 那我覺得 先問一下 第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 那時候 尾巴沸圖的時候 那時候 也在現場 那時候其實 那時候大家其實 在想 就是 因為其實你在 就是現場 你就會 跟我們 只保護處 那時候 其實會越來越看到 大巨蛋的問題 也會看到 怎麼 在前面 就是運那麼多 違法廢毒的那個車 我們 最後其實 也做一個比較 算是比較 積極性的行動 就直接打開門頭 還就是 不讓那個 不讓那個 違法廢毒的車輛 繼續開出來 這樣子 那時候其實 就是 我們就一直 我們的心態就是 他正在違法 所以我們要 打他違法 這樣子 那時候打在現場的時候 對啊 就像剛才這樣 其實我們打電話 打1999 然後來跟他們說 他們正在違法 他們違法 關於什麼什麼 什麼狀況 還請他們 就是派人 或者這樣子 派報局的人 是跟我說 就是 那個 就是大家應該有打過1999 那時候是那個 接線的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接線的人跟我說 環保局的 轉達 的意思是說 那個 那個環評 那個大巨蛋的環評 喔 不是在台北市環保局做的 是在那個 我們行政院環保署做的 所以這件事情呢 你應該去找環保署的人講 不能找我講 但大家應該剛才也都聽蔡宇斯講 就是這個大巨蛋的環評 其實就是在 台北市環保局做的 然後我們前幾天 也在環保局開了 環差會 這其實也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案子其實就有一種 求援兼裁判的問題 這樣子 就是 因為大巨蛋的開發者 就是 市政府 市政府把這個案子 就是發給原球去做開發 所以他既是開發單位 他又是監督單位 所以 這部分的話 他難免也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問題 他那時候其實 緊接了過來 就是 原球人就跑過來跟我們說 他拿一個101年格的法片 說 還說書 拿出來說 我們這個狀況下 我們都有依照這個 這個方式進入過 他 我們就 其實拿出了另外一科 103年的環評結婚感 就是說 怎麼會拿 怎麼會拿 怎麼會拿舊法來談心法 就是 他們其實也講得很奇怪 後來最後那個 遠熊那邊的人就跟我說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 到底可不可以現在出車了嗎 所以他就是 完全不可以 就是 你就會看到那個 站在那個現場的時候 他就會用很多理由 他就跟你講 好這樣子 現在更之前的時候 甚至我們原本以為那個 在一開始移速行動的時候 4月23的時候 就有一個 原本有一個女生 我們問他 我們以為他是遠熊的人 我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什麼公文拿出來跟我們講嗎 就是 到底為什麼可以現在移速呢 有沒有合法的公文 他就說 我憑什麼要告訴你 他說我們不只以為那是遠熊的人 他就等到我們去開協討會的時候 才發覺 原來他是體育局的管源 就是你會看到 就是很奇怪 就是 就是為什麼 當時的 市府的官員 都一直幫這個 講說話 這樣子 反正其實就正在講到 就是 法律上 雖然這樣子 但執行上 就是問題出錯 這樣子 剛才講的 那個一路救出 那個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覺得 變化也蠻要趣的 就是 一開始我們提出了 民間擺一路救出 後來 他們 就是我們一二四協調會的時候 他們說要帶我們去討論 這樣子 那時候剛好就是 趙成熊被搜尋 那時候 後來 那時候就是風頭震盛的時候 他們對職業案子其實都很害怕 就是怕說 桶園合理災難 只能看一燒就找到我們 他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他們就很恐懼 然後 其實 其實 那時候我們原本 四月的時候 要開一次協調會 後來他們 大概七月 大概六 六月點的時候 要開一次協調會 後來 市政府的交通局 官員就跑來跟我們說 就是 他們提出一個更好的方案 因為我們一路救出 那個方案更好 就是可以幾乎把 全部的輸入留在裡面 只要移幾顆 就是移到後面去 這樣子 他們就跟我們說 評估起來這樣 好像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那時候我們就很開心 就想說 哇 總算可以回家了 就是 終於可以結束了 我們那時候想說 我們過個中修階段 我覺得都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 你看到現在就已經快一點了 那時候就是 結果原本 原本我們說要開會 後來 就說 結果當天他們就跟我們說 就是 要臉書 因為我們找了那個民間委員 說臉書臉書 他一拖就拖到法律 法律 法律就跟我們說 他們找了三個那個 那個委員 其實就剛才 他剛才也有講了一個黃台生 那時候當 就是 他們是結局的解釋 他也是獨生物 他有找了幾個 黃台 找了幾個 民間的交通安全委員 他其實就跟我們講這個意思 就講說 那個 木棉花 就是木棉花這些 其實他那時候講的 他說 你假如 不把這些樹全部移走的話 那木棉花如果死 就是 掉下來 那個騎士就會摔死 這樣子 這其實就是他們講的理由 他們說 不這樣的話 就是人命關天 然後在交通會 有問題 就看 就是他是常常一個教授 他跟你講這個東西 後來 你看我是學生 後來 我看他們講這種話 都 你看臉部我們騎不喘 可以跟你這樣講 這樣子 後來我們這樣提出質疑 他說 他說 我們是專業 那我們就想說 當初交通局跟我們講的 那個方案又是什麼 就那個方案就消失了 因為他不是公開講的 他就是 跟我們私底下談這些東西 我們就跟他說 那六月那個方案為什麼不能用呢 你現在全盤否決的話 還要照原本遠雄那個方案 他們就跟我們說 他們評估起來那個 不太OK 然後交通局他們評估的東西是 是假的嗎 他們也是有基礎的專業 去評估出來的東西 我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趙文雄那時候放出來 後來 風潮感覺好像 新聞的那個 潮流房 又沒事了 他們都可以開始這樣 大膽的妄為做這些事情 所以最後那一次會議決議就是 張青的就是說 那些數目就是 全部都是 我負政治的 其實 在四月 那我補充一點 就是四月中的時候 我們最後看 他到底為什麼可以 所謂他合法可以來數目 其實就是 好 我們那時候當市長的時候 他有一支 市長專欠的公文 只要所謂 不是受保護的出入 只要他公文一下 就是 全台北市的行道處 只要他公文一下 他就可以移植 他藥比藥談他都可以 因為他不在所謂的對方性 我們大概可以到 剛剛你們三個註意 第一個是 剛剛老師要我把它 比較簡單的話來講 其實我覺得還蠻簡單 如果你訴訟來講的話 這個是一個文化體育園區 他不是一個商業園區 文化體育園區 就是應該以文化體育園區 商業才是輔助的人 商業就是不應該大量體育 所以這案子 他的商業應該要再繼續 他要大幅的降低 不能超越體育 就是 是有關出眾人生 那講弊案的部分 就是 當初招商的時候 所有的廠商得到的資訊 就是這個地方上限是 九萬六千 你不能超過 但是只有 跟當初跟遠雄一起合作的 廠商得到的獨家資訊 或許他知道說 那個總合幣版面積 只有他們家知道 這叫做法幣容積面積 或者是說 只有在截標前兩天去上網去看 然後還真的下載到 還沒有被引出的那個資料 給人知道 可是因為只剩兩天 所以他也來不及準備 所以我怎麼想 都覺得他一定是一個必須 就是這類別的 那第二個部分 老師現在分享 就是 用剛來之前老師 就是有稍微聊一下說 有時候髮條 讀的髮條 跟食物操作 或者很大落差 就是我很久以前 我還沒有到環川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去申請旁聽環評 那時候覺得很好奇 就覺得很好玩 可是我還跟事務所請假 結果我居然在門口 就被擋住不到你進去 那我就覺得很不概念 因為我覺得我特地請假 還居然連門都進不去 那我就想到 以前上讀書的時候 老師有說 如果你遇到什麼事情 就是行政成績環主 可以要求對方把那個 就是他如果是有口頭講的 你可以就是說 請他把那個 非書面的行政子分 你可以要求他做成書面 然後剛好我身上 有帶著髮條 就拿出來 我就看到九十二條 給他看的時候 我一定知道 十二十幾把九十二條 經理把他 剛剛講不讓我進去 把他寫下來 然後他就說不要 然後我就在看個髮條 我說這髮條上面 有寫說不得拒絕 然後他還是拒絕 所以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就打電話 回事務所請 要幫我查證公司的電話 然後就打到證公司 然後就跟他說 說我要投訴 就是說剛剛 你知道這樣的狀況 然後就接電話來說 證公司很全部都 都迷不在位置上 然後我就快進去 然後我才聽到 證公司主任來了 就很高興 結果後來發現 那個證公司主任 不是剛剛不讓我進去的嗎 然後還沒去 還去檢索 就是到底證公司 是管手 我沒有去處理危害及破壞 人屬之事件 例如像我們這樣子 那當然我還是有應變之處 就除了剛剛講的 趕快去查證公司的電話 去申訴之外 我另外一個應變方法 就現場去跟別人借一張紙 然後就在加入 這邊開始寫 就是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今天發生什麼時候 我可以用什麼理由拒絕 然後就請他簽收 然後叫他留個印本 有話我就拿這個去搞 就是 那我覺得 在後來是初衷的失敗 那開始的時候 反過來還說 我看到你們這些人都 為了這種事情站出來 我就覺得好感動 他感動完就放棄報紙 可是 但是沒有很關心環保 因為那時候還穿 就兩個律師作證 兩個律師跟學者作證 然後我還寫了兩個律師 因為我就想要當個 就是很無辜的白星 就一直覺得那個 蔡東銘查也喜歡受到侵害 而且這是我生平第一次 但是其實是有影響的 因為那個 我其實本來沒有這麼想高 因為現場那時候就 可是因為現場有人 跟我說 因為黃豪鼠躺在外面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非常的不正常 因為我不是 那時候不是環環的人 我只是夜宜 像今天很多朋友都是 我平常是上班族 然後夜宜的社育人士 我那時候也是 其實平常是一個 就是一般事務所的小律師 然後我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很非常的不正常 然後因為別人都覺得很正常 我覺得一定 每次都會遇到 然後現場上網 就好像很多人都被 真空師主任欺負過 可是這個訴訟發生之後 後來真空師主任 就提前退休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可是也許有關係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是讓裡面就 你一大堆誰被 就是怎樣被紅帽子欺負 就很多人怎樣被欺負的事情 好 那你要講一次這個態度 不要 你可以選擇晚一點講這個關係 你再想一下 因為我們講說科士福的態度 其實我們看到剛剛這個問題 其實跨不同的局處 教育局 然後環保署 然後不同的局處 然後體育局 公務局 突發局 那在這麼多局處理念的時候 接下來科士福的怎麼去整個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這樣在地線 實際上會不會讓我們好奇 是按照沿用以前的好事的方式 但是我們還是用一個新的態度 那當然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會苛責他 因為他還在百日之內 所以我們等百日過後再來除了 可是我們還可以先預期一下 因為等百日過後 萬一那個事情都已經目已成之後 大概台這個事情也沒有用 所以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公民來去觀察 甚至在我們方面其實是 因為你們的參與 或我們的理解 或我們的介入 可以想辦法讓這些市府 在他軟路的時候 多一點點的力量去支撐他 因為要 現在一旦媒體已經退潮了 一旦這個整個事情已經開始 又進入到我們看不見的 在發展的情況當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危險的情況是 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他們就取救了 所以反而是 我們每次在講這個公民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那個公民一體全部 要16小時了 我們的公民一陣 又退到一邊了 大家是不是在算計的 怎麼樣去當選 誰會選上席次的多少 當然這個實際上是 是每次的選舉都是 反而是公民社會 在從事運動最大的危機 因為說每次都報 所以大概是等一下 還有請蔡醫師 再看一下說 現在柯是否態度會是如何呢 以及他在未來裡猜測 他的態度會是否存屬猜測 那當然也歡迎現場 我們如果他們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所以我們再開放三個問題 所以我們再開放三個問題 好不好 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好 然後你先 我問你你先 我剛剛聽蔡醫師的這個論述 我很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說 這不是一個小菜 是一個大菜 那看到了很多 這一個案子 中間的所謂的 正 有爭議的點 那我的論述叫做破綻 當你看到了這麼多的破綻 然後經過了這段時間以來 你會不會成為我所謂的 你將是中華民國的破亡者 我的意思是說 在參與這個案子 對台灣的未來 因為你 看到了這些 過去的中華民國的行政 跟司法系統的一脈相通之下 有可能 就此 就你的論述有改變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他們在 作為的過程中 有很多的 認為 理所當然 但是 你看出來 不以為難 那這些不以為難 那這些不以為難 有沒有被 可能被他們 補了破綻之後 成為說 你所看到的這一年 所有的 用心的一切 其實只能夠 成為往 對台灣 改變不了 他們的基地利益 意思是說 他們會不會自先泄體 我想應該他們都知道了 意思是說 你現在提供給他們一些 你知不知道問題在哪邊 他們可能想盡其他的法條 其他方式 想辦法去掩蓋這些事情 或者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合理化他們的錯誤 那是不是有這樣的情形 再來 那個 對 這裡 謝謝 喂 我想問一下蔡律師 就是從剛剛到到 我可以看到 從 國外升級到 照片發 到施工的時候 我們看到居然其實 蠻多問題 我想問一下 在好事服的實在 他有做 什麼樣的處置 譬如說 罰 罰款 或是 提供幾個月之類 謝謝 就是在這個一段時間的過程 我們看到他的瑕疵 可是他有存在有提出來 剛剛他講說 在行政持續上面 有 應該要挺 可是沒有挺 繼續讓他喝 那只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也一直在這個過程裡面 允許 因為 大家 休舉他的部罰 然後提供 你等一下請看他 應該誤訴的人最清楚 因為他都手在那邊 等一下你也可以回答 來再來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講一個可能聽起來 不太舒服的感覺 就是我自己 對這件事情 我的感覺就是說 呃 當在講故事的那一段時間 老實講 我沒有很在乎這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這樣 因為覺得說 就幾顆樹而已 我想很多人都會這樣起來 但是 後來講到披案 但是我現在覺得說 這個有點 就是說 不知道目前的重點是什麼 會感覺有點散亂 比如說 到底是披案是那個 像報道上講的那個 地下道那個披案嗎 還是巨蛋本身這一顆蛋 還是 像剛剛有講到什麼 樓地板面積的問題 那種什麼防標 就是說有點散亂 就是 因為如果你訊息太多 哇一般人 他接收到的都很片段的時候 他就會拔不遠 所以可能要有一個 主打的東西啦 那如果主打是樹的話 我覺得 失敗的機率很高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想要知道說 你們 想要主打的到底是什麼 因為現在 訊息太多了 反而不知道到底 主訴求是什麼 對 如果說講到是必案的話 突然變成覺得 樹好像不重要啊 那到底是要講樹還是要講必案 對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他們好像是 因為我剛剛在 他們兩個結合在家的原因 到最後呢 是那個把蛋拆掉 然後最後呢 變成 把它變成生理 對 變成一個生理 當然這樣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目標 那只是說他 剛剛名為提到一個 就是這個月上面 就是說 感覺全部都是必案 但是 我們就知道他就是必案 跟目前影響 可是我們好像跟別人溝通 就需要找一個主軸 來 來去推嘛 然後 這個 可能是策略的問題 可能大家也幫忙 想一下 因為 究竟他是涉及到受眾 受眾的那個感受問題 然後 再少 根據名為阿倫講的東西 我覺得 負數不是那麼重要 那個 大巨蛋的 幣案比較重要的 請舉手 我從策略來說 跟你個人意見沒有關係 你對於別人 別人 對於這個 戶數的問題 把它放得比較低 而對於大巨蛋 認為比較高的 請舉手 不表示個人意見 然後認為 好 請放下 認為戶數比較重要 而大巨蛋比較不重要 可以說服人 這是我一個前提 就是要有 所謂的大公園 這樣 有一個願景 好 請放下 我現在講的是說別人 我們現在不是談自己 因為談自己的時候 自己可能還 因為美麗可能在這裡 形容會有一個他的人 那我們去看那個他的 就是一般事實的觀看 如果表達自己的話 可能我們這裡的 全部都是會來聽這些東西 因同知心的告白 所以我們沒辦法去突破這個判斷 我們可能從旁邊接觸的人的時候 去想像跟他人 對這個公共議題的看法 所以名為的意見 就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他的意見 可以提供給我們 就是說 你在做這種 推廣這些事 接下來要處理 大巨蛋跟戶數的 聲音戶數的事情 以聲音戶數作為主軸 可能會 沒辦法得到更大的號召 然後 要以大巨蛋的弊案 甚至把那個弊案呢 集中起來 一兩點的時候 去打的時候 可能會達到效果 這個是他的初衷 所以剛剛 為什麼會跟 請大家表達一下 意見的原因 是讓他們 在從事運動的時候 他們可以做一些參考 或者可以共同結合起來 那我們就請 來 那問題先 來 看來這個答案 謝謝 我就先回應那個 策略上的問題 其實 其實 剛剛也有談到說 我們 社會上其實有 不同的想法 原本是 子彈數的問題 然後最後 越看越多 其實都是 因為大巨蛋的問題 來導致出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 就是窮利的部分 都是 集中在就是 希望可以跟大家講說 大巨蛋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它安全性的問題 或者是它有什麼樣的力案 或是 裡面有沒有什麼樣的結構上的問題 就是你蓋完 真正的新建後 真的可以用 還真正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最後 對 現在主要的話就是 我們目標是 拆除這個巨蛋 來讓森林公園做好 我們還是期待 能有 遠短的律底這樣子 來 最後的話 我們當然是 希望可以把這個 力量 就給 現在的柯市府 讓他們可以 勇敢的去 跟遠雄做解決的動作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的主題目標是這個 會 可能 對 可能在運動 對 運動上就是賣賣我們這一幅 這樣 那看來我有點忘記 這邊的問題是 就是 其實 我們剛才就是 剛才有談到廢圖的問題 其實 好市府 時代的時候 我們發掘廢圖的時候 我們有 檢舉這件事情 會 那時候好市府 不是有罰一些錢 這樣子 但是 透過元雄他們就申訴 跟那個 申訴那個 先跟北市府申訴 然後最後到 行刑法院去做判決這樣子 最後 他們是宿院成功的 最後應該以前沒有罰得到的 這樣子 就是他們亂盜契配護 這些事情 但為什麼沒有罰到呢 就是因為他們 法院認定說 好市府他沒有在 在當下 就是 他們在違法的時候 沒有給他們改善的時間 直接罰錢 而且又太無罰錢 所以他們依照 沒有給他們提供 改善時間 這部分就不會 被市府這個 所謂他們處罰這個 所以 遠雄因為這樣子 沒有違法到錢 關 你說有關 有關於 它只有 我看到只有那個 木棉樹那一棵 它只有罰16萬 你看到木棉樹 被砍斷 只有罰16萬 這是多麼不可理的事情 你需要買一棵樹 然後花好幾百萬 那一棵木棉樹 至少就有 三四十年的那個 年齡 看你只要罰16萬 對 我剛剛講的洩題 其實應該沒有失貼的問題 因為行政據說的那一塊 其實 我們交換已經到很久 所以我們抵章時 也不知道我們在抵章時 那比較有掙扎的 就是我之前在跳高過外 講的要掙扎的行事 反對行事正常不公開 還沒有請住 所以其實對方可能不知道 我們告現什麼 那 其實我們本來是滿遲 至少就我來交 其實這兩件事 一個是我覺得 指控別人有犯罪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不可能在那邊亂講 可是 然後再來就是 也確實說 如果我們告訴他 我們掌握了哪些證據 他可能就會去想辦法 還要去整個解釋 可是因為我們其實從 很早從開始參與訴訟 從 開始參與他的審查 然後發現有不太對勁 然後不斷的跟市政府講 然後會很背臨 才說通過 到後來我們忽然覺得 也許我們不只跟市政府 不只跟檢察官 去控制製造聯證書 去講說他有什麼問題 也許我們該搞一些 一般人都會像我們一樣 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把它整理好 然後把這些資料 完成了公開 讓大家都來看 但很多人都覺得 跟我們一樣 我們感受到的奇怪 感受到的不存在 每個人都覺得奇怪 也許這件事情 就會改變 奇怪的是 這件事情 有發生很大的笑容 然後其實我是蠻感謝剛剛 各位朋友講到說 主打人的部分 因為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兩個都很重要 我覺得複數也很重要 然後破壞也是我的心願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想要拆掉一顆蛋 然後把土填分 然後再種出一個身後 我覺得這是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台北市的願景 那剛剛老師有講到說 市政府的態度 其實我們自己都會覺得有點 詭絕啦 就覺得這氣氛 到底是看起來 有時候不是常常看媒體 然後他說他要 如果什麼不安全不通過 他就要把財產物資料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期待 那我自己覺得蠻開心的一點 是我覺得柯市長上來之後 真的跟以前的好市長 是有差別 因為以前我們都會覺得蠻絕望 就覺得 不管你使用什麼能 你做了什麼事情 他一定有辦法去營營 有辦法去處理 我甚至覺得 就算我們告贏了 他可能又重新做一個 其他的主份 還是你告贏了 他就稍微小 所以我修一點就過了 可是現在這個市長 讓我覺得說 也許會有一些軟結 因為以前呢 也許 然後我們 而且那時候柯市長 剛塞到那時候 我記得他做為第一件事 是他把那個 中校東路的工程 擔用到拆掉 然後我覺得 那一個城市的偉大 他出見的是 蓋了很多的新的建築 他有許是拆掉 一些不適當的建築 大巨蛋在這裡 以前大家有沒有說 很糟糕 然後不好 然後有許是一般民眾沒有感覺 那他想已經長在那 我們相信 每個人有經過那附近 一定都會感覺到 這個建築物 對這個城市造成 非常巨大的壓迫感 那如果說 那顆蛋拿走 然後把土填 填回去 然後把森林種下來 變更隔壁的那個台北機場 做成用搜尿 填到森林 我覺得這個城市 會變成一個更滿意的城市 如果像 再問一下 如果像他的 附屬商業廁所 因為其實附屬商業廁所 是亂閉 我都把它 我是希望全部都拆掉 然後把它就變成車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巨蛋上面 目前反正他要拆掉 而且他拆掉 花一些成本 在那邊種一些東西 然後 直接在空的蛋裡面 就是他空的蛋 對空的蛋裡面 就拿出一個 可能要了解說 這樣會不會害那些 出國的地方 對 對 好 來 我們再請 回家一哥 來 其實 都重要 然後 我是覺得 你們的策略 從一開始 全部都打錯了 不是一個故事的問題 其實要了解到 就是 松菸這一個 他在 站在地質地位 然後 當時 日本人在規劃台北市的時候 在規劃一百年 這一百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 台北市的所謂的國災 都是公園一定地 一個偉大的故事 你現在一定要給 丟一個球給 柯市長 讓他有一個 一百年以後 他想要說 五十年後的台北 那一五十年後 台北已經 他的人口有多少 那 這個人口 需要有多少公園 你這個一定要去確定 讓他有一個遠景 因為台北市的建築太多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所有的 整個台北市的 所謂的公園的 預定地 都是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已經考察 因為台北市以前是沼澤地 那個地方呢 是地基最不穩的地方 所以 我們講說 還有一個斷層帶 這個斷層帶呢 從 就是從 實際那一邊 現在的等地 那一個的地方 一直延伸到 大安市運輿公園這邊 這一條線畫下的 全部是斷層帶 所以說你們就是說 有時候你們大概 可以去參考一下 日本時代 在規劃台北市的 所謂的地址 包括他的所謂的 被台北的原景 包括現在我們講說 現在的 檢疫系統 包括 機場 這些所謂都 在日本時代 已經都規劃好了 那後來是 李登輝 照這個規劃 去把台北市的 捷運企圖做出來 但是還是有改到 好 譬如說 我們講說 現在我們那個 新增高架橋這一條 新增高架橋 當時因為 為了要 講壽美麟 因為要出便會比較方便以後 以後 就弄了三千種營業 然後弄了快速道路 其實這一條 本來是要配合 跟日本的東京橋是一樣的 就是說 它是一個 扭工具 下面是 河道 上面是捷運 就你們到東京去的時候 東京橋這些 所以到省次 就是這一條線 事實上 有點像現在的原山 後來就把它變成 下水溝了 這時候後來 首爾回來 為什麼把河 他們的 就是他們漢將 把它變成河道 因為一個城市 我們已經是 我們這些水紋都 台北市的水紋 不像台中跟高雄 有水紋的 有河道 沒有了 你現在唯一剩下就是 剩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公園 公園在大陣公園 那個不像聲音公園 那是一個 我是覺得 你白天去的話 你真的是會被黑人 然後我是覺得說 你們應該從這邊去走 然後 很多東西要去三營 因為現在 大家因為 它現在就要打足 已經做到一半了 三分之二了 然後呢 我們這個市民 你們覺得說 不要那麼浪費 你盡量把它弄 我是覺得 那個東西 都是一個 可以思考 所以 你應該提出一個策略 給市長 給他一個 套解的方法 那我是覺得說 我的想法 這是我天天的想法 就是 一個很好的 一個想法就是說 好 你已經有虧了 我就把巨蛋拆掉 拆掉以後 你虧了 但是你這個 旅館的部分 我幫你保留 但是呢 我重新規劃一個 就是一個 森林的公園的 旅館 你可以用 綠建築的概念 去把這個 這個旅館 包括這三條都出來 那這樣不是 肥了遠雄嗎 沒有 那當然 重新再弄約 重新再弄約 然後這個巨蛋 再弄約 因為這巨蛋一拆的話 它也好幾滴 所以我是覺得 另外一種 就是另外重新 又通過這個 去做轉移 重新簽約 然後這巨蛋一拆掉 不過 文仲哥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不是他們的事 是我們的事 大家可能要想辦法 因為他剛剛用 你們要怎麼樣 其實那是 他應該講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 所以這應該不是 你們的事 現在是 我覺得說 現在他們的團體 結果已經在了 你應該就是說 給 其實這就叫 主打這個 主打這個 然後其實 柯P他現在也是無厘頭 因為剛上來 他只是現在 這百日應該是 我認為 他是要把 不要 莫名其妙的 就執政了以後 然後就是 就開始 往前衝 衝到最後 他所有東西都做出來 到最後他就被黑鍋 這有可能 那我是覺得 現在是要提出問題 因為柯P現在 有在看我們的直播了 所以 所以 那些通話會被聽到 對 那 我就覺得 可以錄像的環化 然後 重新這邊去思考 那甚至 我都覺得 當時在 在 也可以考慮就是說 把 把巨蛋 就是他如果拆的話 其他的結構 還是可以重新再做組合 我的建議是說 把松山機場 簽了 把松山機場簽了 然後巨蛋呢 摩到松山機場那一邊 跟河道在一起的時候 那我們下次 可能要找我們 跟林中銘都發局局長 好好私家聊聊 再找他喝個酒 好 謝謝 因為他們都是朋友 所以 也希望說 在這間討論上面 大家可以多些想像 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好像 沒有直接跟政府官員 面對面溝通的事情 狀況 好像在這段時間 都是刻意刻意 讓他們玩反正是 可能我們要想辦法如何 讓這些人的聲音 他們聽到一般人的聲音 是唱同的 那好 我們接下來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得幫他解釋 所以我們最後的 嗯 幾分鐘 當然請 彥廷 還有 各自會 小小的請友跟呼籲 還有我們要簽的東西 還沒簽的 要看的東西 還沒看 要倡議的東西 要倡議 希望找志工來加入 你 現在就可以通過這個事情 那請 好 那就 念提醒 嗯 其實 嗯 其實 那我就 其實剛才回應一下 剛才那位先生這樣 其實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 呼籲大家 就是大家必須要給 把力量 就是給 和市長這樣子 就是 他已經開創一個新局 就是讓很多事情 就是 打開來開始看 你講話怎麼這麼穩養 明明是要給他壓力 就是我們給他壓力 反正 反正 這個以後 蠻聰明的 正面表列 好 那看你等一下 你進去正面表列 等一下我再想說 應該他聽得出 另外一種意思 來 繼續吧 就是我們覺得就是 對啊 他現在開啟了一個新局 還真的需要大家 就是再繼續給他力量 就是 就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 參與我們的連署行動 讓 他知道 就是讓整個 和市府團隊知道 了解說就是 真的市民們 就是想要 真的想要拆擠蛋 或者想要 把森林公園中圍 這樣子 其實 我們一直要談的 就是這個連署案 其實不只是台北市民 應該全台灣人都應該要做 因為是大運的案子 其實是 中央有補助的 這整個 這整個東西 其實是花了全台灣人的納稅錢 來做這個東西 這樣子 所以我們真的期待 是全台灣人一起來共同 跟我們關注這個 還把力量真的是 嚇到特使長身上 才讓他知道說 真的有那麼多人 希望 跟認同我們 就是 想要把巨蛋拆掉這樣子 還想要把公園 就是撞回來這樣子 真的是 就是我們都市的這個願景 真的是 需要你我就是 來好好思考 還把這些願景 當 現在的政治人物了解 不然 不然這真的是 不只是為了我們 也是為了我們下一代 這樣才是有一個 像大家講的 就是有一個漂亮的綠地在那裡 真的 我們 就是我們 都市綠地其實真的太少了 我們真的需要這部分 剛才那個 阿凱有 老師有講 趕快給我幾個作業 我也順便回應一下 這樣子 就是 剛才大家有看到我們那時候 地方選舉的時候 有幾個連署書嗎 就必須要先說的是 我們連署 在做這個連署的行動 其實 就要求那些市長跟市議員 做這個承諾書的時候 其實是 有一些 我們操作上其實有一些問題 因為 並沒有把全部的資訊 都給這些參選人這樣子 所以 我們現有的 當然是現有的 有簽的 他們有當選的 我們一定會在四月的時候 議會開業的時候 我們會 積極要求他們 就是來 既然你們都承諾了 那你們就要肯定選民的訴求 就要來 好好推動那個 有關於訴保條例的 這個修正案這樣子 那時候柯市長 他也簽了幾個連署案 但是他 很可惜 他沒有簽我們重宴的案子 他就是他 包括大家看到的 就是包括平蓋共產 那時候其實 現在都有一個 台北市場 現在都有一個好結果 就是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是不是 那時候 或許大家還不了解 大巨蛋案之外 柯市長 也不了解這個事情這樣 真的希望就是大家可以 共同繼續來關注 進去來支持我們 最後 最後一個 就是除了連署行動的宣傳 也希望大家就是 在四月二十五號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上街頭 來 來表達說 就是我們要拆除巨蛋 然後把我們森林公園 真的這樣 市政府了解到這個事情 這樣取代完人 一起來重視這個問題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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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 確實際 我覺得這最近 我的一個氣勢 就是說從這個事長 上來後 我覺得有可能會有一些改變 然後我覺得 人真的 我開始感到說其實不能不要暴氣夢想 還是有可能改變的 而且大家想想看這個彈油在這裡 剛剛大家也看到它的契約條件 它留在這裡台北市政府可以得到什麼呢 就是按照那個土地的農曆限制 百分之一寄收的注記 而且它後面還有加一條 如果這個錢不夠是台北市政府 缴地價稅的話就改按地價稅來盡收 有時候事實上我們台北市政府 讓這個彈油在這裡 就只要給它地價稅的錢而已而已 然後它就可以繼續賺很多草料 而市政府它所有的我們小市民 它的那個交通的擁塞 它的那個景觀的破壞 全部都是我們在承受的 然後那我覺得 可是如果反過來講 如果是跟單位拆掉 或是像剛剛前面聽 另外一個前面講說 把它移到其他比較不況沒有的地方去的話 實際上我們這個城市 可能會有完全不一樣的風貌 那我希望說這個夢想 不要只是我們一小學的夢想 希望是每個台北市市民的夢想 你如果不能從這樣想 你可以去影響你周遭的人 如果沒有認識一些 可以對這件事情有幫助的 可以去協助它 就是我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一點點力量 然後來讓它有一個改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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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再一個聲音 就是剛才沒有宣傳到我們 在背書有一個粉絲頁叫松菸墓鼠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到上面就是幫我們按讚 就是追蹤我們的訊息這樣子 還是假如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來到我們帳篷的現場 我們在廣告門如果有個帳篷 希望你們可以來到那邊跟我們聊聊天 或是幫我們就是當志工 就是跟更多市民朋友 讓他們瞭解到這個巨蛋的問題 還有就是我們真的想要生命同流 那你需要什麼樣再志工的 哪些類型的 目前的話可能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在那邊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空的時候就來的演化 來幫我們做一些宣傳 好 好 然後再來 我們宣傳一下 我們協會也有臉書 你協會叫他名字 台灣蠻野新竹生態 協會名字很奇怪 就是演完 蠻野就是演完倒過來 就是比演完還要有 然後新竹就是新買一竹的新竹 然後我們有臉書也可以去加粉絲 然後我們協會還有一個蠻野講堂 有點像哲物 可是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們沒有很好的 不是講到很好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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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那裡也工作 對對對 你可以說 你們宣傳還不夠 這樣就好 那我們 人數非常的少 然後 我們就是我們協會 因為我們是環保團體 所以我們每個月 大家會至少看市場講座 然後是人都不像這邊這麼多 所以歡迎大家 因為我小時候會來這裡 可能都是喜歡吸收一些薪資 然後關心社會議題 然後也可以去上來一些獎堂的臉書 那我們課程的訊息都會發佈 而且我們比較少禮拜五的課程 因為我們要跟哲伍避開來 對 你把那個訊息給我 然後我們幫你宣傳 然後 因為 哲伍每次報仇也不好 也不好 因為我們 其實他不能成為一個 呃 大 因為我們是這邊的人 就這樣 對不對 我們都一直這樣 所以我們把那些有訊息 有時候你會發現 是缺乏管道 因為剛開始 一開始大家知道 哲伍大概只有這兩排吧 然後就加上講者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講 就是這樣子去做 這幾年下還是這樣 那我們有時候也不想說 我們去找一些比較 大家不談的議題 不然每次你只要不小心碰到比較紅的地 那哲伍就報到上面 我們的討論品質就會變長 可是我們這樣好的討論品質 其實可能是像 蠻也清楚 他們辦的是很講堂的時候 因為討論品質才會好 但是相對來說 壓力有點大一點 大家都知道你從哪裡來的 對不對 很像一般隱身在群眾裡面 對不對 但是還是非常希望 你們就是把那個資料給你們 就幫你們出去 烏管道就好 好 那沒有 畢一開 因為七七五可以辦 我們也可以畢開你們 那時候要畢兩個 要畢五六要畢子 然後我就說盡量不要讚 那五六已經沒有了 五六的五十人在這邊 天啊 你知道還會有 你可以先 本來我就要找他 來當哲伍的主持人 然後現在把他讓給你 他超厲害的 給他理事一下 因為我們在哲伍這邊 可以讓老闆 給我們咖啡館 給我們鑰匙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 自行關門 然後可以待到 兩點、三點、四點、五點 等下九點半以後 歡迎大家繼續留下來 然後當他那個文鐘哥 他會幫我們 弄一些吃吃喝喝的 就是剛剛講說 要給柯P力量的那一位 人 然後他會繼續留下來陪我們 然後還有一個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九點半 無論如何都非常歡迎大家 繼續留下來 然後 那我們今天大家簽名的東西 的資料東西 我們大家都會給 給這些 給他們 讓他們帶回去做參考 那那裡還有一個是 連署的 然後連署的時候 可以自己來這邊 直接連署 他們需要幫忙 還需要自我 你們不需要錢嗎 你們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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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自己套藥包對不對 我們有 你買東西 但今天沒有帶來 你今天沒有帶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還算是一個 非常 舒服的 社運環境 那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 他帶給我們一個 最大的 特質 我覺得 我覺得 看他們這麼容易 其實 因為他們會 未來是悲觀的 他會有很多事 是悲觀的做 但是你會覺得 他們那麼悲觀的情況下 他們表現一個 很好的特質 他們不會放棄 為理想的能力 所以請大家 給他們 再次留意一下 然後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星期五就到這裡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 禮拜天 禮拜天 我們會有一個 很特別的職業 微信 就跟台灣女兒陣線 那我覺得可以先跟大家 講一些是不是 本來徐家欽要來 你知道那個徐家欽嗎 那台灣女兒陣線 他是台灣女兒陣線的秘書長 那因為他有一些 到時候會蒙古焦點 所以他後來就退出了 退出就沒有過來了 然後因為我們不早 折磨是不早 線上的政治人員來講 線上的政治人員 但是因為徐家欽辭了 民進黨的發言人的時候 然後他已經變得 搬著了 所以我們當然不能 剝奪他發言的權利 所以就跟那個 合作的團體 我們就過來 不過這禮拜五 可能是一到五百 就歡迎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說全世界的女兒 可能在台灣女兒 也會有一些 遭受到不同形式的暴力 或隔離等等 然後我們先看紀錄片 紀錄片看完之後 我們再來做討論 那我有朋友 就跟我說 唉你們自己要看 一到五百萬 你們之後行事暴力 男人會不會來 所以 男人要盡量拿 然後表示你對女人的支持 好 謝謝大家 謝謝